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许光达大将 在文革时 许光达成为了林彪集团的眼中钉 后来 为了拔除许光达 他被污蔑为贺龙搞军事政变的参谋长 被逮捕关押 死后的日子 许光达过得一直很凄惨 在1969 许光达不幸韩渊离世 由于当时他头上还顶着一项罪名 家属就连看遗体一眼的要求 都被拒绝了 而后 许光达的遗体 则被人悄悄安排火化了 作为一个大将 且是国防部的副部长 那么 他的骨灰应该做何处理呢 有人请示林彪 林彪竟然直说 把骨灰扬了 幸好当时 一些为许光达大将着想的将士 得到消息后 立马向周恩来总理报告 周恩来知晓了林彪的决定后 认为这样实在是不妥当 并且心里了解毛泽对许光达的态度 于是 周恩来就绕过林彪 直接做了一份报告 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后 立马批示 许光达同志的骨灰盒 应该放在他应该放的地方 那么问题来了 应该放的地方是哪里 周总理说 当然是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第一事 最后 许光达将军的骨灰在周总理的巧妙安排下 终于得到了善终 放进了应该放的八宝山革命公墓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宝山革命》 《大宝山革命》 我是小学生的 复权 以此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